师傅一刀切下芋泥酥 蛋黄流沙缓缓溢出 众收党期将近 高炳业者如火如土赶工 听到经济部演理针对数位五倍券 参与高炳业再加码10% 适用200万份总额约10亿元 业者相信一定可以提振营收 数位五倍券的话 对于传统的业者来讲会很辛苦 就比较可能不太方便 可是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有做数位的转型 所以如果政府10%的加码 然后再加上一些现金回馈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划算的 不只高炳业 三级紧接期间 受到重创的百货业 也看准加码商机 因为五倍券发送期间 正逢穿透中年庆夜旦节 业者盼望能借此拉抬营收 以百货三雄之一的SOGO来说 去年统计有40万消费者 使用三倍券 业者预估正在研领的五倍券 优惠方案 业绩可以达到三倍券的两倍 加码的方式 基本上百货公司会有一波加码 然后我们也会要求各个品牌 也会有一波加码 所以其实是层层相跌上去的 各业者瞄准数位五倍券加码商机 公共银行也将提供 绑定支付平台优惠 寄出5%到8%的回馈金 粗估回馈加总可以超过20% 而现在数位券加户绑定的初步规划 是可以开放不同户籍的家人 共同绑定 但上线只有5人 除了五倍券 去年推出的一房券 冬资券 农游券等 今年行政院也有规划 考量到上回是由各部会各自推出 现在请政委唐凤统一统筹 让民众能在同一个平台抽签 疫情过后产业振兴 正要开始 三倍一斤 那我们做一些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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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